再次坐上了大师兄的顺风车 大师兄 这老铁就是一丢丢血量了 不要怂 没看我直接正面冲向他了吗 我把我和坐记的命都交给你了 你可别给我丢脸啊 他已经入土为安了 其实多个星星轻松收入囊中了 可算是给我长脸了 那金罐子里面的东西给你吧 嘿嘿 我已经跳下吃准备篮拿下了 不过二龙金罐子好像没啥重要物品的 龙骨算好东西了 可以制作龙骨弓 只不过咱们现在有木棒技能 可以忽略不计而已 不管有用没用 反正我都全部拿上了 回去再说了 稍后集齐好召唤三龙的材料再来咯 打混乱黑龙需要收集三捆皮革了 我可懒得收了 我想着回去打虚空了 把这个地图完结了 因为我又做了个好玩的插件包 咱们可以开启新的地图来玩一下 哦吼 那好 回去就直接开腿虚空老铁了 反正三大生物咱们早就集齐了 马上启动回火三大本营哦 那我就先下去了 你整理好东西也下来吧 好家伙 直接跳下去的 我还是用传送门吧 三大生物我已经拿好了 随时都可以召唤吧 稍等一下 我把集团周围的岩浆 用隐魔甲命给冻结了 这样待会就不会被这虚空老铁 给推进岩浆里面洗澡了 这个可以哦 还是你这小脑瓜想的周到呀 但是我怕他轻松就摧毁了 岩浆照样还是会出来呀 要不就弄一些 就当试验 要是效果好的话 以后打他的时候就全部冻结了 你这么分析也是有点错道理的 那我要来召唤了 你可以去他出生的地方 做好准备怼他 我正有此意 我先来把木棒都安排好在快捷栏里面 你要召唤的时候说一声 我马上就开怼 没问题 听我口令 第一个神圣果实 接下来第二个烈焰断剑 哎呀烈焰断剑放错了 不听你口令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已经在开始释放技能了 反正你速度一点召唤就行了 好嘞 那就最后一个食人之眼 出来了 好像没啥鬼用 他直接飞上去了 还把咱们的石柱给撤回掉了一些呢 我累个去 一出来就想把我推到岩浆里面去 还好大师兄前面有冻结 安全的很 那这么说 下次还真得把祭坛周围的岩浆给冻结了 没错 我已经被他撞过来两次了 要是没冻结的话 估计得送两次人头了 你这技术也是渣渣呀 赶紧各种技能输出啊 不过别用凤红火球哦 这老铁放的火已经够多了 你用冰冻风暴 那我用毒火风暴开怼咯 我累个去 又被撞了 感觉跳不过去了 之下真得下来洗岩浆找了 大哥能不能争气一点 我这里拼死拼活的 你打都没打 却老是在送人头 没办法呀 他好像很针对我 一定是嫉妒我长得比他帅 我来穿上十身之翼飞到空中吧 应该可以降低伤亡程度 这家伙挺猛的 我跑到这地洞里面来BB风头了 那好你先歇息一会 该是我表现的时候了 哎呀呀 飞在空中用技能 很容易误伤自己的呀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 也跟大师兄一样 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用能量剑怼他 你才是缩头乌龟呢 歌字叫自取 懂不 行吧 你瞅你有理 反正就这样 没事就骗他过来怼一怼 也挺舒服解压的 最后这家伙被我们收拾掉了 这次祭坛还算完整一点 没那么惨不忍睹了 那就趁着打铁 直接出去怼第二形态了 我的计算如果没有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站在我搭建的平台上了 那走吧 我直接飞过去 没错 他已经站在平台上了 马上开怼 那这就好办了 那我还是跑到平台下面怼他 你的话 自由发挥哈 好嘞 感觉我还是降落来怼他 比较好操作 大师兄 我能亮剑给你吧 你可以在这下面施展闪电鞭 我先收着吧 稍后有需要再用 因为我用木棒技能 在这下面不用剖开方块 反正就直接生成在上面怼他了 效果也挺好的 行吧 我就还是在这外面怼他咯 冰锥雨配合上木棒技能 也是YYDS的 看能不能在他召唤 其他Boss之前干掉他 老板 你的美梦破碎了 黑龙被他召唤出来了 这家伙一出来 就给了我个下马威 还好我反应及时 不然就嘎了 我这边头顶上的方块 被摧毁掉了一些 尽量躲着他点 等他消失了 虚空也就差不多回老家了 毕竟血量也不多了 后面黑龙消失后 我把能量剑要回来了 现在闪电鞭正在疯狂输出呢 配合我的木棒技能 简直就是绝配啊 他要挂了 这么快的呀 既然要挂了 那就让他死得体面一点 我来用冰系魔法送他一层 很好 搞定收工 星星拿下了 那这个地图就打到这里吧 上去收下金罐子里面的东西后 就回火三大本营 把东西留给想玩 这个地图的小伙伴们 好嘞 小伙伴们 下个地图咱们再见咯